西子区展开大消毒工作 这一站是来到了未在庄晋街 青山路一带的自强里 只见工作人员将消毒水稀释之后 背起机器穿梭在大街小巷 而里长和志工们也带他们 针对居家外围水沟防火象喷洒消毒水 现在已经接近夏天的来年 因为蚊虫蛮多的 所以我们就来消毒 把城里的一些水锅 要喷屁的地方 还有一些低话的地方 都全部给它大消毒一次 为了防止登革热西子区的消毒工作 陆续深入林里喷洒消毒水 在自强里的部分范围不小 要消毒到各个角落可不容易 所以在这里也分成好几梯同时进行 所以除了里长也特别请志工们带队 兵分好几路消毒去 民众说夏天到了蚊虫多 消毒过了对环境卫生比较好 因为环境卫生很好 这样OK 因为蚊子很多 夏天的话到蚊子很多 真的有需要啦 我们里长很棒 真的 有我们都有请林长帮忙 带还有志工帮忙来带颖他们 这个该消毒的地方 我们都把他消毒 狭小的地方 所以蚊虫特别喜欢 又潮湿 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来消毒 把他这个蚊虫尽量把他消灭 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全都仔细喷洒消毒水 夏天蚊虫多 真的很有效 也获得民众认同 这层慧林细致采访报道